过去几年时间里 黑白灰、性五蛋 少及时多的概念 席卷了设计界 但是简约、简化、简单 真的是平面设计中最好的方法吗 如果说 极简是因为我们够懒 那必须承认 我们有时候还足够贪 就像你来到一家网红餐厅 即便知道根本吃不下 但是为了能一次性尝遍所有top菜 拍上一张打卡照 你还是会点满一桌子菜 那么你很有可能拥有着 极反主义的天赋因子 这个新名词最早出现在 17到18世纪 巴洛克风格盛行的时期 有着俗里凌乱的意思 极反主义继承了 巴洛克和洛克克的艺术特点 表现为奢华、颓废、放肆的状态 通过撞色和拼接来博得眼球 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 你不收拾屋子的日常呢 也许欧洲巴洛克宫廷 离我们这些炎黄子孙 太过遥远 但这样繁华的装饰语言 其实你早就在东方艺术中领略过了 没错 就是我们的清明上河图 长5.25米 宽26厘米 在这相当于20张A4纸 大小的画布上 北宋画家张泽端 围绕着变河两岸热闹的景象 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画得那叫一个满满当当 无论是远观 还是拿着放大镜仔细推敲 你不会在这画上体会到任何一丝杂乱武章 在这幅没有空地的画布上 所有的人文事物都沉夺出北宋京城的繁华 秀丽 没了这些装饰 变良就成了荒芜之地 现在你大概能够理解极反主义的价值了吧 如今 阿里桑迪·米歇尔把极反主义带入大众视野 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在接人姑气之后 往日的风格被取代 变成了复古的 文艺的 或是怪诞的 带有宗教气息 大胆的撞色 大面积的印花 不同材质的混搭 富有浪漫主义的诗意 又不是孩童般的天真浪漫 在齐凡设计中 可以看到设计师们精心策划的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 仿佛他们想把自己十年 二十年的理念一口气 全部灌输到你的脑海中 多重元素的堆叠与碰撞 不仅活跃在平面设计和时装秀场 也渐渐渗透到我们的审美和生活中 极反主义不仅是一种表达概念的方式 也是一种另类的思考方式 当我们选择慢慢接受极反主义 也是在接受来自更多维度和角度的思考 正因如此 极反主义能够带你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细节 更多被精心设计过的边边角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